昨天的国庆大典上面马总统的演说一席两岸非国际关系的谈话引发了猜测说 是在回应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消息会提出的两岸应启动政治谈判的说法吗 上午APEC代表团在前副总统肖万长带领之下面见总统同时也召开记者会对外否认 握手这一趟APEC虽然无缘亲自称语 但马总统依旧对前面出征的肖万长赞不绝口 什么都谈就是不提消息会 尽管两岸APEC扑动良好 但大陆并不满意 习近平进一步抛出 台湾大陆应尽早启动政治协商 国庆大点上 马总统刚好重申两岸非国际关系 难道是说给对岸听 那过去总统长期以来也都说两岸之间是一种特殊关系 不是国与国关系 那其实这只是用词上的不同 但是事实上它意涵应该是一样的 王玉琪为总统缓辖 但两岸关系进入深水期 台湾大陆都有动作 APEC王章会后 明年马席会似乎已经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明年的东西就要等到 现在要有 现在接下来就中国大陆主办 那要跟他们 要会根据这个 惯例啦 来去做一些筹备的工作 我们那明年再说 算一算总统任期只剩两年半 想寻求历史定位 内政施展不开 只能在擅长的两岸政策上寻求突破 马席会楼梯响了 就看主角下不下来 中学人李永诚王正 A745台北采访报道